機車轉了個大灣騎入地下停車場 一旁貼了好幾張慢行耗製限速5公里 因為有好幾台車在這裡摔跤 耗資5.2億新建的宜蘭轉運站 開幕至今不到一周就有民眾批評地面沒有防滑 加上近期連日多雨 造成不少騎士摔車 還有苦主貼出受傷的照片 質疑工程設計有問題 帶來聽段訪問 下來它的那個地也是這樣滑滑的 所以可能下雨的時候可能就 是 反正多少都會有 立即來暫停這個 轉運站的停車場的使用 引導民眾到平面的機車停車場使用 目前已經改善完成 主要的部分是在地面上面的材料 我們加強了一些止滑性的材料 根據了解目前已經有6個人受傷 兩個人向政府要求理賠 縣府收到申訴後 已經在機車道的彎道鋪上止滑材料 並研議後續的補強措施 讓市民停車不再提心吊膽 能夠改善 必然是改善 可以讓市民停車場 和我上下 因此